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患上癌症 患上癌症 肺癌 肝癌 看到了 你不要讲我都知道了 他先是肺癌 后来转移到肝癌 对吧 对了 对 他要是肺癌的时候早点认识台长 认识心灵法门的话 他好好念经 我看他不会转移到肝癌 他的肝现在不是太好 因为你的姐姐 我可以告诉你 年轻的时候还喝过酒 老实一点 他说没有了 他说没有了 你现在还要吹牛啊 年轻的时候 喝葡萄酒 葡萄酒有 台长厉害吗 你还要我怎么看啊 我要讲到这样他才相信 我说喝酒了 都是葡萄不是酒 你不气我吗 哎 这些人怎么办 好好修啊 听得懂吗 他的肝 我告诉你 跟酒有关系 因为他家族里边有人肝不好 遗传的 你的长辈当中啊 有人的肝不好 所以你碰一点点酒 你的肝就很快就坏掉 听得懂了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现在要好好地念李佛大忏悔文 因为你这个人太能干了 年轻的时候太能干了 什么都做 哭也吃 但是呢 嘴巴太厉害 口液造得太重 明白了吧 很厉害的 还可以做经理的 呱呱呱呱呱呱都会讲的 你好好努力的 我告诉你 你家境条件不错 但是呢 就是自己报应来得太早 你杀业 还有杀业 有吗 杀鱼呀 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妈咧 还有爹呢 有妈一定有爹 记住了 好好的老师叫他放生 放生五万条 五千条鱼 五千条吧 好吧 有有放一万条鱼 有放一万一万条鱼 有放一万一万条鱼 再放五千条鱼 听得懂吗 好好先帮他炎炎瘦 消消这个结了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啊 他这个癌细胞 扩散的比较慢 不是太快 所以他 还能拖一段时间 我讲话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像他癌细胞一样 每一个不好的细胞源 全部把它消掉 你吃癌症才会好起来 我现在讲话听得懂吗 他要念往生咒 要念很多 要念一万遍往生咒 明白了吗 好了 这样子师父去问他的功课要怎么做 功课念心经啊 心经 心经二十一遍 大悲咒念二十七遍 李佛念五遍 然后念姐姐咒四十九遍 再加上往生咒一百零八遍 先这么做 那小房子呢 小房子 先念四百张吧 慢慢念吧 好吧 欠债还债啊 那么师父你认为复言的机会高不高 请问师父 你找人算命去好了 谢谢 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现在讲给他听了 也没有用 我告诉他说 很快要死了 你怎么办 难过吗 你准备给他买棺材啊 我可以告诉你 全部都是人为的 如果你今天好好地帮助他 他许大愿 真心求菩萨 我告诉你 铁石都能开花 菩萨大慈大悲 有求必应 你问我干嘛 我问你自己 能不能把四百张念完 能不能好好地 真心忏悔 实行 修改自己自己的命运 你要有决心的 你自己都不想活了 我怎么救你啊 菩萨最救不了的就是 连自己都不给自己救活机会的人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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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